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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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庄德福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海鲜料理 这是一道超香辣的料理 菜名叫做胡椒虾 蝦子要怎么处理 胡椒粉要怎么调 才会香辣十足超美味 现在告诉你 准备的食材有 泰国虾600克 蒜头30克 先来处理蝦子 这蝦子的脚全部要剪掉 再来就是眼睛 蝦子眼睛的后面这里 从蝦子眼睛后面这里剪掉 然后这里 这个就是蝦子的胃带 用简单把它挖出来 这个不能吃 要拿掉 再来就是开背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砂金 这只很干净没有砂金 蒜头拍裂 切磨 切磨 调炒汁 白胡椒粉一大匙下来 黑胡椒粉一大匙 五香粉一匙 盐一点五匙 糖一小匙 先拌匀 米酒 米酒一百五十七七下来 搅拌均匀 开火 砂糖一大匙 沙拉油一只下来 蒜末下来 泰国虾下来 现在全程都用大火 煎炒至虾生变火 炒至下来 盖上锅盖 转中火 焖煮三分钟 时间到了先开盖子 开大火 拌炒一下 炒至干了以后 熄火 盖盖 盖盖 最后再撒上白胡椒粉 这样就完成了香辣十足的胡椒虾 热锅下蒜末炒香 再下泰国虾 煎炒出香气 加入炒汁 略炒一下 盖上锅盖 焖煮三分钟 掀开盖子 把酱汁炒干 盖盖后 撒上白胡椒粉 才会香辣扑 比咸鲜入味 盖子 没了 綿 虾肉Q彈,香辣够味 试试这样煮,你会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